愿故中众生 三叶庄业 提故如经稿 列强如纳落叶 同居殊胜胜业 这几句话重要 为什么 你真的记住了 真的明白了 你就会想往生极乐习 我们这个地方 身体太脆弱了 风吹雨打 你就会感冒 就上风 小小的挫折 身体就受不了了 到极乐世界 这些都没有了 身体 健康 强壮 像金刚列丝一样 每一个往生的人 都如是 极乐世界没有听说 有生病的人 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他做不成功的事 受命长 无量寿 那体质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肉体 是物质 是物质 极乐世界的人 不是肉体 我们这个身体 居住的世界 种种种种物质 今天我们所受用的 全是阿赖耶的相分 阿赖耶 神灭法 是假的 不是真的 金刚经常说的很清楚 一切有违法 有违 就是有生有灭 我们细心观察 这个世间 哪一法 不是生灭法 找不到啊 念头 不是物质 虽然它不是物质 它是生灭法 前年灭 后年生 前年跟后年 不是一年 今天有十多科学家 在研究这问题 我们相信 科学不断的发展 二三十年之后 这个宇宙的秘密 可能被揭穿 阿赖耶的三西相 第一个 境界相 被揭穿了 境界相 就是物质现象 现在第二个呢 就转向 转向就是念头 念头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能说清楚 可是佛经上有 念头从哪来的 从夜相来的 夜相从哪来的 从一念不久 境界相被揭穿了 下面一个是转向 那 境界从哪来的 从念头 神的 是 一切法 从心向神 六道轮回 从心向神 十法界 从心向神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不知 我们这个世界 索破世界 射方 诸佛插土 许许多多世界 都有 慧能大死 开悟了 明心见心 信 是真的 法心 法下 假的 法心 是真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身体 是法心神 不是法下 那么 经上所描绘的 金刚不坏神 是法心神 不是法下 法下 时间再长 它还是会坏 还是会消失 它不是无量手 它是有量的 这些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我们的选择 才是正确的 我们选择真的 不选择假的 真的要提起 要抓住 假的 要放下 不能放在心上 这就 这就对了 所以 阿弥陀佛 他法院 故中 就是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三一 壮一 这三一 神科一 完全是 舍山 也倒 极乐世界 找不到 舍我 舍我之名 尚且没有 当然 没有 食物 这些死 身体 坚固 强壮 根青刚一 阿力强 相纳道也 同居 殊胜 胜业 不会生病 没有生老病死 我们这个世界 三苦八苦 在极乐世界 完全没有 这是修行的 好道场 保证你一生 臣佛 为什么不去 为什么要留念 这个苏婆世界 阿 过这么苦的生活 人间还好一点 三土更苦 地狱就不必说了 阿 阿 妮 佛 阿 妮 佛 阿 操 你 佛 阿 佛 阿